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向上攻 之前哈达曾经也是有个一波的上涨 不过之后又大跌了回来 因为手套股之前还是被市场不看好啊 然后他也是横盘的一波没有再跌下来 然后直到他公布了他的季报过后 他突破了这个横盘的阻力 2.26转为支撑了 虽然他目前上攻到2.46遇到一些阻力 不过只要他没有再跌回下来 那么估计他还可以继续向上升 但是如果他有跌下来 那么我觉得反而是一个低息的机会啊 所以目前如果你想投资这个手套股 如果他有回跌到支撑2.26或者2.14这个区间的话 那么你可以考虑低息 而他的MSCD目前已经升上了水上 他在水上走 而强势的股MSCD都是在上面走的 所以目前的哈达的上升动力很难保持 如果你是中长期的 那么你可以守住啊 但是如果你是短期交易的 如果他继续上有面对一些鼓励的话 你可以考虑他高抛低息的策略 就好像这样 因为票他是涨一波 然后又跌一波涨波了 再跌一波 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 你可以考虑高抛 然后回调再低息 所以这是短线交易波动的做法 好我们来看扩散 扩散周五没有起落 收盘在1.58 而扩散之前也是处于横盘的 这个是横盘的箱体啊 他在哈达公布了激报之后 带动了他上来突破了这个横盘的阻力 然后到他公布激报的时候 他继续跳空上去 在这里留下了一个跳空的缺口 而目前的阻力是在164167 而他的支撑在157 第二支撑在1.52 所以如果股价有回调的话 你也可以考虑低息 如果回调到这个 1.52到1.44这个区间 你可以考虑低息 因为他突破了这个横盘鼓利过后 通常都有一波上涨 所以回调是一个低息的机会 而MACD 目前升上的水面 仍然向上去 显示他的上升动力 仍然保持着 当然如果你是短线交易的话 如果上到这里有一些独立 破不上 那么你可以考虑高跑 然后调在低息 这个是短线交易波动 但是如果你中长期 你就暂时可以守住观察 等看高的价位 而Supermax周五起半分 收盘在1.91 而他的形态也是转跌回神 在这里他一路向下跌 然后在这里 虽然他的季报还没有公布 但是Cosan和这个Hatta 已经公布了季报 其实也激励了其他的手套股上升 因为板块具有共起共落的特性 所以目前Supermax 他也突破了他的这个强鼓力0.87上攻 所以目前上攻一波 我们去看他能不能继续上升到这个鼓力 即预测点0.53到0.56 而支撑 因为他突破了之前的鼓力 所以转为支撑0.87 第二支撑0.83 而他的MACD也是在水面向上起的 所以如果股价有回调 就可以考虑一些 目前也是转为上升 而Toggrove周五跌半分 收盘在0.785 而Toggrove比起其他的手套股 他的涨幅没有起降多 因为其他的是横盘 而Toggrove走势是向下的 所以他的套牢盘会比较大 不过无论如何 目前他已经破了他的下降趋势线上升 而目前的阻力在0.79 然后支撑在这个0.73到7.45 所以如果有回调的话 也是可以考虑低息 最重要他不要再跌破他这个前低支撑0.7 我觉得应该是不会跌破 可能会在这里震荡再突破上去 而他的MACD目前也是逐渐升上的水面 说明他的上升动力逐渐加强了 所以手套股板块他具有共起共落的特性 而目前比较厉害的是哈达即扩散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Supermax 还有这个Toggrove的季报 能不能继续改善 如果他们的手季报也是有转亏为盈 那么走势也会慢慢好 不过可能他上一段 然后又跌一段 所以短线你可以采取高炮低息的做法 但是如果中长期你可以守住 如果有回调 然后也可以以细作为中长期的投资 好 今天我们就分析到这里 谢谢 如果你要更深入的掌握 每个交易乐的潜能 十四股及市场机会 你可以花一点小钱 订阅我们的这个市场 市战技术分析 资讯服务 价钱也是大众化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我们Facebook那边了解详情 他的这个链接 我们将会放在下面的说明栏中 而我们也会在每个交易乐 侦查及分析当天市场的一些潜能股 来帮助大家更好的掌握 有爆发力的潜能十四股 希望可以为大家赚钱 好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